我发现有提供一个就是 针灸美容 是 针灸美容 针灸怎样用于美容呢 就是结合我们中医 经典上面的一些理论 然后跟现在 韩国他们医美很发达 不过他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 那一个感染的问题 然后 外科手术 很多后遗症的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也采取这种 比较天然的方式 所以我们针所是结合韩国的 一个针灸美容 然后再结合我们这个自己 中华民族的针灸 经过的一个原理 达到一个美容的效果 那因为我们经典上面有提到 好像我们女生 七岁一个阶段 我们男生是八岁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女生 五七我们就是 就是面屎胶 发屎肚 就是脸色开始变得比较暗沉 头发开始掉落 然后六七 五七就是三十五岁 六七就是四十二岁 九九乘法 四十二岁的时候呢 就是三羊麦摔不上 面街焦 然后发屎白 就是头发也开始变白了 所以这个年纪 一年一年的大呢 我们气血比较没有办法供应到上半部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老化的现象 那就有种损美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个 针刺的方式 帮助我们的气血能够充盈在 我们的上半部 延缓这一个衰老的过程 当然就是这个叫做激发精气 进入了激发精气 中医的方式的理解是这样 韩国他们做针灸美容 他们的理解是说 这个针刺直接下去的话 它能够促进 这个局部胶原蛋白的增胜 胶原蛋白增胜 它可以就是抚平皱纹 因为我们之所以会 出现皱纹就是 它塌下去 那这些弹力纤的胶原蛋白不够 所以它就出现皱纹 那我们通过一个局部的吃剂 胶原蛋白震生 弹力纤的胶原蛋白震生 之后 它能够就是让它比较聪明一点 所以它就可以达到一个美容 保湿锁水 比较有弹性这样子 而且针灸这个治疗效果 也是比较肯定的 世界卫生组织在1996年的时候 也针对针灸它可以治疗或缓解 64种疾病症状的一种说明文 所以现在西方人 他们也都蛮能够接受这个针灸 包括法官 法官还有一个比较好的 好听的名字叫做中国印 印上的印 因为法国有一个印在那边 那个叫中国印 那我们的针灸呢 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世界影片 针灸美容主要就是在脸部做针刺 针灸美容 当然这是因为针灸美容还是有不同的流派 这是韩国他们其中一个流派 所以哇你看这个整个脸上都是针 那我们针索没有那么残忍 因为我们是韩国的针灸美容 结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针灸经络的一个学术 所以不会吃成这样子的 而且在脸上做的这个针灸 那个针啊 跟我们在针灸身体的那个针 粗细也不一样 在脸上做针灸的那个针 比较细 所以他也减轻了那个疼痛的一个感觉 这个效果还不错 所以我们先cera为针灸的这个针灯 这个是一种小的针灯 因为我来明白 塑造的这种针灯 还有使用鸟筷